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久140名被困安恒的英军散兵 第三个巴斯通森林战前准备 本集导演由汤姆汉克斯亲自指导 在这一集中如果从专业的军事眼光来看 剧中的很多点有为军事常识 例如伊典士兵所使用的手势 大地的进攻策略 以及在巴斯通森林附近的篝火 索要弹药等 但如果从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来看 它又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上乘之作 所以对于我们大部分吃瓜群众来说 不必苛刻的去追求对于错 历史是否吻合完整 毕竟它只是一部电视剧 不是纪录片 小致也将尽最大的能力 去还原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始进入正题 话说 1944年9月17日至9月25日 盟军在荷兰发动了 史上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 市场花言行动 散兵们在地面 遭遇到了德军装甲师的强烈反击 最终行动以失败告终 1944年10月5日 美国161空降师506团二营一连 也撤退到了荷兰 时空德洛特 这天 艾蒂在兰德韦克达地附近的十字路口 遭遇德军袭击 随后 温特斯紧急带领一班人前往该地 说来也很奇怪 德军在地坡上架起了MG42在那乱射 有点此地无音三百两的意思 温特斯判断 他们扫射的方向为团部指挥所 可实际情况呢 团部距离此地也有四五千米的距离 这些傻兆们召集暴露位置 在干什么呢 一连士兵很不解 为此 温特斯决定独自翻过第八 一探究竟 侦查过后 他随机召唤所有人 将迫击炮小组留在了最后方 作为火力支援 其他一般人呢 则前进赶往更靠近德军的位置 说实话 对于眼前的德军 温特斯有些大意了 地道上他们使用的机枪为MG42 该枪一般是作为连击使用的机枪 配置在德军步兵连的火力支援牌 因此 这样的配置 可以初步判定 其作战单位在连击规模以上 所以 温特斯齐齐他们的决定 是相当冒险的 马蜂窝是捅开了 迫于压力 温特斯一边组织压制 撤退 一边呼叫第一排剩下的弟兄 赶过来进行支援 战斗过程中 杜克曼也成为第一个挂掉的一连士兵 到了第二天 第一排的队员已经全部到齐 看样子 温特斯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 此时 士兵们的内心仍然是忐忑的 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德军有多少人 只有温特斯自己心里有个数 大概是一个赢 他重新安排了作战计划 以红色烟雾为信号 他先任一步进行侦查 借着掩护 其他人左中右 三步并排向前推进 然而当他第一个抵达低托上时 他却发现 一名手无寸铁的德军与他正面相对 小伙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嗝屁了 其他士兵大多在原地休息 枪声四起 他们立马乱了阵脚 凭借温特斯组织的骑袭 一连收获破风 攻坚灭德军50人 重伤100人 而第一排美军却只有22人受伤 仅一人阵亡 回扬起整个战斗过程 一连士兵除了运气 可能还是运气 德军半夜施展火力 肆无忌惮 温特斯率队突袭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在仅有一个班的战力下 德军两个连 在夜晚竟然没有主动出击围剿他们 直到第二天 他们全人忘乎昨晚战斗的事 还躺在原地睡大觉 连个警戒哨都没有 温特斯都很懵逼 一整夜了 他们可以包围我们啊 他们在干什么呢 战斗结束 温特斯让乔带领11个俘虏回营部 他很了解自己的部下 亲自卸下了他的弹药 只留给乔一发子弹 因为通常情况下 俘虏是不会活着回去的 为奖励温特斯出色的作战能力 星格上校特意提拔他为二营参谋 对于这个职务 温特斯很惊讶 但他最关心的还是 他走后谁来接替他 发挥团部 星格上校和营长 都要看温特斯做的报告 温特斯在打字机旁写了半天 他边回想战斗经历 边写作 在前半部分 他使用的第一人称是我 这里便突出了一个我字 是以我为核心 意味着仗打赢了 都是我只会得当 他的好哥们尼克松劝他 你不是在搞文学创作 多用一些我们会更好 温特斯明白 打胜仗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如果没有弟兄们拼命 他什么都劳不成 可以看到出 温特斯在这方面确实有私心 10月17日 英国第一空降师 斗逼忠孝 来到团部请求他们帮忙 解救被德军围困的弟兄 秦英就在上个月 市场花园行动中 英军在安恒作战时 约有140名红魔鬼散兵 被困莱茵河北岸 新任一连连长海力格中尉 将负责这起救援行动 代号飞马 鉴于温特斯已经调往营部 所以他只能看着 而不能参与 他有些着急 甚至想给海力格出谋划策 按说海力格不必向他汇报 可能是出于对伊莲老长官的情谊 才过来向他打招呼 温特斯询问的很详细 以至于尼克聪提醒他 伊莲不会有事的 要想知道结果 等他们回来你就知道了 深夜 凌晨1点行动正式开始 海力格中尉带领威尔须等人 驾驶6艘小船抵达河北岸 根据计划 他们要往返三次莱茵河 才能将140人全部带走 虽然关于救援 片中描述的不是很多 但实际情况 它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计划 不仅需要炮兵营的火力支援 还需要其他连队的侧影支持 如果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其结果将是不可估量的 因为在河北岸 两个纳粹党卫队装甲师 正在附近修整 最终伊莲做到了 行动圆满完成 这也成为伊莲在二战中 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10月31日夜 温特斯与伊莲连长海力格中尉 在铁道上谈论着伊莲的事务 不曾想 他竟遭到了伊莲新兵的袭击 哎 好好的一个连长 还没当一个月就下去了 真有点令人惋惜 1944年12月10日 法国莫米昂 经过几轮战斗 伊莲就剩下65%的战斗力了 并且大部分都是补充兵员 温特斯有48小时假期 可以在巴黎度过 这是他6月份 从诺曼底登陆后 难得的闲暇时光 但就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 他的脑子里 始终没有离开过战场 地铁上 每个面孔在他眼里 都能令他回想起战场的一点一滴 回望他身后的男孩 他不仅想到了几天前 在荷兰战场的一幕 年轻的德国士兵冲着他微笑 和地铁小伙一模一样 温特斯有点莫名伤感 他甚至产生了怜悯之情 怀疑自己是战争造就了他 还是他制造了战争 一个在战场上 一个在列车上 同样的笑容却不同命运 温特斯陷入了极其矛盾的心理活动 很快 纳粹党卫军装甲师突破阿登森林 美军的第28步兵师和第40被击溃 101师顶上去 以防巴斯洞森林 此时 伊莲又调来了一位新连长 戴克中尉 温特斯特意提醒他 伊莲的兄弟们现在确持少穿 丹药严重不足 你准备怎么办 戴克中尉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按说 温特斯已经不在伊莲 他不必插手伊莲的具体事物 但他却克服不了这份担心 冬季来临 伊莲士兵的防寒补给 迟迟没有到位 仗马上就要开打了 新任连长确实令人失望 星克上校赵纪温特斯与尼克松开会 不久 二营长这货闪闪来迟 星克上校都不想屌他 临走时 他们向星克索要弹药 不曾想 星克却告诫他们 我不管你是偷还是抢 阵地不能给我丢了 道路一旁 伊莲士兵们发现 有大量的兄弟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 他们都跟丢了魂似的 格乃瑞拽住一个小伙 向他索要身上的弹药 小伙已经被德军打懵 不知所云 其后 其他人纷纷效仿 出动拦截弹药 紧要关头 第十装甲师的莱斯少尉 带着一车弹药过来支援他们 根据他的描述 森林里 德军虎视 暴视 自行火炮 轰炸机应有尽有 提醒他们可能会被包围 温特斯告诉他 我们是散兵 本来就是被包围的 简短一句话 日后却成了一连在巴斯洞森林的 真实写照 根据作战计划 他们要占领的是 巴斯洞森林七条战略交通要导 是德军的重要线路 美军将在巴斯洞周围 架设阵地 挖掘战壕 阻止德军使用这些线路 二营被部署到了东边森林区 一营则安排在了他们的东北部 作为侧翼 而三营预备队在最后 很显然 二营是作为主力打头阵的 好了 本集故事已经完结 静静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 一连确实少穿 死守巴斯洞森林 视频们经历二战中 最悲剧的圣诞节 下期见